BMOTDRBC同时发生 楼市将在春季后见底 在加拿大央行连续第八次提高隔夜贷款利率后 大多伦多地区的潜在购房者 想知道价格和销售和实惠触底 虽然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 让买家和卖家保持观望 但加拿大央行的声明还表明 随着通胀放缓 其加息行动可能即将结束 经济学家和房地产专家表示 这应该会给买家带来更多关于利率的确定性 并预计随着买家重返市场 春季价格将趋于稳定 根据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最近的一份报告 经过一年的连续加息 加拿大的平均房价在2022年下跌了创纪录的12% 而销售额比2021年12月下降了39%以上 在大多伦多地区 12月份的平均房价为110万6千美元 比11月份下降1.1% 比去年同期下降8.9% 12月份全国平均房价为62万6千318美元 低于2022年初 市场见顶时的逾81万6千美元 BMO Capital Markets 首席经济学家Robert Kavchick 预计多伦多房价将在春季后期触地反弹 而全国其他市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Kavchick 预计买家现在对市场的发展更有信心 加拿大央行上周所做的不仅是加息 更重要的是 他们清楚地告诉加拿大人 他们已经完成了加息 这有助于增强买家信心 Kavchick说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 TD和RBC 也在这个月早些时候预计 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将在2023年初触底